生產日期是112年11月4號 衛生局人員仔細檢查生產日期 產品內容一個夜不放過 桃園市衛生局13號借貨陳晴 有食品公司販售美國豬肉 但出貨標示不時 14號前往稽查果然發現 這產品包裝上原產地是美國 但提供下有業者的產品報告單 以及出貨單原料產地 卻標示為加拿大 受害的下有業者分佈六縣市 包括桃園 台北 新北 台中 新竹市以及新竹縣 共計61家 這些業者主要是自助餐 便當店及企業員工餐廳 總計出貨8532公斤 衛生局將對此開罰 桃園市府表示 此舉恐涉刑法第255條 將一請司法機關後續調查 無良業者在出貨單上動手腳 罔顧消費者權益 不只會被開罰 恐怕還得吃上官司 記者六展郭宇宣 桃園採訪報導